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作为中国泥塑艺术的代表之一 也是天津驰名中外的老字号 张宇面前的这些泥塑作品 每一个都有上百年的历史 这些都是他家祖上几代人留下来的传家宝 张宇的身份天生就带着一份光环 他是倪人张的后人 他不但继承了家族的泥塑手艺 同时也希望创作出符合现代审美艺术的泥塑作品 从第一代开始我们就要求后代一定要有电话 也做得跟我一样 说明你没有什么出息 想成名 想成家 想有自己的地位 你就要与众不同 起码还要跟你父亲不一样才行 制作泥塑首先要甄选出适合的原料 不是所有的泥土都适合用来艺术创作 整个天津城也只有城区西北的这片芦苇堂下 才蕴藏着张宇觉得何用的泥土 这也是张家级代人做泥塑的原料才继续 这里沉积的丰厚年徒对泥仁章家族来说 是亿万年大自然的恩赐 它的特点是含沙量比较少 有机物比较多 所以很有年性 可塑性强 估计只有泥塑艺人或者地质学家 才会如此细致地去研究泥土的类别 细细地分别来看 泥土其实也是各有千秋 黄色的 黑色的 发红的 偏白的 都拥有着不同特性 是因为它们还有不同的成分 有机物比较多 那么它就成灰色或者黑色 铁元素比较多 它就成红色 泥仁章的祖上曾经把每一种泥都认真地分析过 通过捏塑的体验 鉴定出其中粘合度 柔韧性的不同特质 我们天津一般叫红椒泥 就这种椒泥的可塑性比天津常见的黄椒泥 和发灰黑色的椒泥要好一点 所以我们做泥塑一般采取的这种西椒的红椒泥 红色的椒泥 做我们的原料 采集回来的泥土 首先要摊开晾晒 蒸发掉内部原有的水分 在太阳底下暴晒 完全到分成碎的干的这种地点 章鱼翻看祖上关于工艺的枝岩片语 并没有解释这样做的原因 直到经过检测才了解到 天津是退海之地 所以泥土中水质的岩碱度过高 直接影响到泥塑的效果 会使泥塑表面粗糙 甚至说均裂完全地分化掉 泥土完全晒干后 要挑出石块草根 用两毫米孔径的筛子 把所有的泥土全部筛选一遍 虽然现在看起来 这已经是精挑细选的泥土颗粒了 其实这只是泥塑原料复杂工序的刚刚开始 精选的泥土将要加入清水 通过搅拌让泥土完全融化为泥浆 再用筛面粉的筛子进行过滤 细密的筛子只能通过水和泥土最细腻的尘埃 经过这道过滤 泥土本身的杂质将会被完全驱除 经过24小时的沉淀 泥浆已经分离成为泥和水两种物质 耐心地将水慢慢地咬出 呈现出来的就是泥塑所需的原料 像流动的巧克力一样 它整个是流动的液体的泥流 肉眼肯定看不清它的颗粒 这个颗粒只能在放大镜下面才能看出它 里面小沙粒的状态和样子 泥塑其实也是非常细腻的艺术品 有非常多的细节 原材料筛选的越细致 所做的作品也会更精细 它会增加作品的光滑度光亮度 尤其是脸部的一些神情 会有吹弹弱破的效果 现在章语面前 这细腻温润的泥土 其实离做泥塑的要求 还有很大差距 泥土这种物质 在干燥后非常容易开裂 这是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 无论泥塑的造型多么细致 一旦开裂后 马上就面目全非了 不过这个问题也有解决的办法 张家祖上长期的摸索和实践 总结出 只要给泥土加入棉絮 这类纤维物质 就能够增加泥土的粘合性 泥土和棉絮是两种不同的物质 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是一个需要体力的工序 只能通过反反复复的垂打 这个单调的动作 往往要重复五六个小时之久 虽然后来也曾尝试过其他更有效率的方法 但只有人工垂打才会更直观和方便 经历了千垂百炼之后 纤维和泥土完全融为一体 为泥土增添了无数的脉络神经 融合了棉絮 经过锤炼的泥土 还需要用油布一一包好 放在特定温度和湿度的地窖里 整整存放三年 这一块块金砖大小的泥块 经过一千多天的地下修眠 虽然用肉眼无法觉察到泥土本身的变化 但只有经过这漫长的折服 才能焕发出它成为泥塑材料的特性 现在有科学根据 然后现在是西方人研究的 因为这个方法不仅在中国人用 西方人也用 是因为它里面那个微生物发酵 微生物的增加使这个泥的可塑性可以增强 这一个系列的事情做下来 我可以保证的我做的和其他人做的 在相同的情况下做出来 那个泥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一个经验 张宇也许比其他的泥塑艺人有优势 终究家族几代人都致力于泥塑事业 但其实这也是个不小的压力 祖上的泥塑造诣已经登峰造极 尤其是创始人张明山 是一位极具天赋的艺术家 张明山的童年时光是在玩泥巴中度过的 因为家里有时候会卖一些泥玩具来贴补生活 还有街坊四林有很多摇弓尼瓦匠的耳濡目染 天津是中国近代的通商口岸 这座大都市里交织着中西方文化的碰撞 也给了张明山很多的熏陶 起初大家并没有在意这个闷声不响 自己玩着泥巴游戏的孩子 八岁那年 张明山看见街边耍猴的十分有趣 就捏了一个小猴子给大人们看 这猴子捏得神情动作逼真酷似 街坊四林都纷纷叫好 张明山非常得意 张明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百八十多年 但制作泥塑的工艺却丝毫没有改变过 从采集回来的泥土到成为可以做泥塑的批料 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此时此刻 原本的泥土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 制作泥塑的第一步 首先要建构出作品的初步形态 用拍板配合来确定头、肩、腰、身体的各个比例 俗话说的捏泥仁儿就是考泥塑艺人的一双巧手 人手的触卷是0.2微克 能够控制细微之间力度的变化 把内心构思的造型巧妙布局 通过精湛的手法处理虚实的关系 呈现线条的轮廓 捏塑着各个部位的成型 泥塑所用的工具都统称为鸭子 借助工具可以把泥土可塑性的特点发挥到极致 其实只用了几分钟 章鱼就完成了从泥皮到成型的各个步骤 中国艺人全凭手上功夫 要说这个是用什么秘方做出来的 这个就可笑了 什么什么特殊技法做出来就可笑了 把一团泥巴捏塑成活灵活现的人物 是尼仁章家族的特点 更是尼仁章创始人张明山的一个绝活 他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技术 但这个技术就像我们现在艺术家的速写功力一样 他就是一个日常的练习 张明山会经常到集市上 去观察路人和贪犯的肢体语言和表情神态 琢磨着怎么把人的眉眼和动作传神的捏塑出来 通过张明山反反复复的尝试和摸索 他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拿捏到人物的表情 在那个年代 尼仁能够捏的和真人相差无几 可是一件大家都想争相目睹的稀罕事 张明山所处的那个年代 他没有摄影 没有照相 人们没有见过非常真实的 这种人物的在线性的艺术作品 所以看到他的作品 人们觉得哪怕你有八分像 他也觉得非常非常像 要想让尼仑作品逼真传神 细节的刻画是必不可少的 大师信手捏来的背后 饱含着无数的挫折和磨炼 但光靠尼仑的技法是不够的 需要尼仑艺人手眼心法的高度配合 敏锐捕捉人物的神态是尼仑的关键 一百八十多年前的张明山就是因此得名的 清朝道光年间 余三胜在中国可是当之无愧的超级明星 这位以老生见长的戏曲名角可谓名满天下 他在天际演出的时候万人空相 张明山也非常喜欢余三胜的戏 传说张明山可是在看戏的时候就捏塑出了这位黎原大家的神韵 直到今天这还是玉满金门的佳话 这块诞生了狗不里包子 耳朵眼眨高的地方 这捏尼仁的张明山由此就被人们称为尼仁张了 开朗幽默的天际人 让尼仁张的名号越传越小 近两百年来 因为人们对尼仁张的喜爱 为他赋予了众多传奇的色彩 他的作品是融会了中国传统尼苏的一些规格 再加上西方艺术的一些写实的技法 借助了一些京剧名流 也就是演艺家们的宣传 口头宣传来传播到他的名声 在那京剧盛行的年代 就连众人敬仰的灵界大王谭心培 都会亲自登门求张明山的手艺 所以尼仁张的名号也受到了皇家的青睐 北京城里的一位王爷 就专门请张明山到府上 做宫廷里的御用泥塑 干了一年多时间 张明山只能按照人家的要求去制作泥塑 这让他内心非常的煎熬 几经考虑 张明山做出了一个当时让人吃惊的决定 他竟然收拾起自己的东西 悄悄的不辞而别了 张明山虽然知道王爷会震怒 甚至还会通缉他 但是张明山确实无法接受在受约束的环境中 逐渐丧失自己那份艺术追求 章鱼 章鱼捏素好的作品 现在要放在阴凉的地方晾干 泥塑是绝对不能放在阳光下暴晒的 否则就会干裂破损 慢慢阴干的过程整整需要一个多月 泥塑才能逐渐的干透 这是1915年尼人章的作品《吹唐艺人》 曾经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誉奖 虽然泥塑的神情依然传神 但有些地方出现了破损 泥土经过四季温差和湿度变化 一般80年左右就会逐渐风化 会出现表面色彩的脱落 尼人章家族一直在研究 如何让泥塑拥有更长的生命力 因此尝试过和陶瓷一样的烧制方法 不过烧窑急速的高温 让烧出来的泥塑全都支离破碎 经过反复的尝试 最终把烧制磁器的1200度 调整到700度 泥塑就能够通过烧制而变得更加坚固 烧制就是一个物理过程 把粘土有机物融化 重新凝结成一块石头 凝结成这一块石头 肯定比泥土要防水更远粘 而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 章鱼采用了电窑炉 这能够更稳定的高温加热 烧制后的泥塑 将会提高色彩的附着力和耐久性 但无论晾晒还是烧制 泥塑都不同于磁器 因为它是石芯的 泥土之间的空气会向外膨胀 泥塑的表面必然会产生细微的裂痕 所以必须要对每一个细纹进行修补 修补需要逆子 让逆子深入缝隙 形成和泥塑天衣无缝的融合 并把缝隙边缘的逆子清理干净 而后要用细纱纸把泥塑进行打磨抛光 让整体和细部的平整度和光洁度达到统一 泥塑从泥塑完成到晾晒 烧制 打磨处理 一系列工作要几个月的时间 才会迎来最后一道工艺 上色 色彩会给人带来视觉神经的享受 泥仁章的泥塑曾经都是用天然矿物颜料为泥塑添彩 泥塑非常讲究色彩的搭配 因此还被称为彩塑 民间还有三分素 七分彩的说法 这也说明了为泥塑上色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泥仁章的创始人张明山 在用色上却颠覆了传统的配色观念 红和绿搭配 黄和紫 它用的是色彩上比较忌讳的辅色关系来搭配 但是它搭配起来所展示的效果却非常雅致 张明山是一个喜欢游走四方 结交同道好友的人 他的莫逆之交任伯年 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画家之一 被誉为海派一潭的巨匠 张明山曾经在上海 住在任伯年家好多年 两人相互探讨 曲长不短 使得张明山的泥塑 在彩绘方面的造诣更加独到 张宇为作品上色 首先选择大面积的底色 为了让色彩更加亮丽和持久 一般上色都需要三四十遍 然后再用绘画的技巧 给尼苏的各个细节 添加配饰的花纹 而最为重要的是人物的点睛之笔 为静态的泥塑带来了鲜活传神的灵动 张宇的泥塑继承了家族塑绘传神的特点 在追求写实之外 增加了写意的手法 形成了在宏观和细节 都有看点的尼苏艺术 张宇的父亲张乃英 是尼仁章的第五代传人 这位七十一岁的老人欣喜地看到 儿子继承了家族的传统 但同时也以艺术家的颜苛 保持着一份理智 追求艺术是很难的 这艺术高方不是说一个结一个的 过去以后啊 你后人忘成莫及啊 你没有这个艺术成就的话 你就消失了 你是优秀的雕塑家 你是大师 看你自己了 每天早晨 张宇都要送自己的儿子去上学 在小学一年级的年纪 按照家族过往的经验 这个时候正是在作坊里 培养迷俗兴趣的时候 七点离开家 中午吃完饭就开始写作业 然后到晚上 接到家五点多 再写一会作业 还能让他干什么 很多人会好奇地问张宇 他的孩子是否也会从事迷俗行业 能够让倪仁章有第七代继承人 这个事情自己决定不了 直代因素 家庭因素 都会决定这个事情 包括他们个人的喜好 绝对不是我说的就能做到 个人来讲 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心态 还是那个 你要干就干好 倪仁章绵延一百八十年 历经六代父子相传 同样以敏锐的洞察力 高超的艺术造诣 通过塑造与绘画的巧妙结合 把人物的体积造型神态充分刻画 展现唯妙唯孝 独到传神的尼素作品 徐悲鸿也曾评价倪仁章的作品 其比例之精确 骨骼之肯定 其传神之微妙 不足多也 作为中国尼素领域的一个巅峰 尼仁章在2006年成为中国第一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 延续着星火相传的中国文化传统 这门民间艺术的精粹 是一个家族血脉相成的传奇 也是一份永恒的民族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